接著要教的東西叫做光速 光的速度 好 我們平常有一些生活的例子 雷雨交加的時候我們先看到閃電才聽到雷聲 這是因為光速比聲速快 而且快很多 快很多 所以會先看到閃電才聽到雷聲 看煙火的時候 然後先看到煙火 才聽到那個蹦蹦蹦的爆炸聲 那也是因為所謂的光速比聲音的速度快很多的關係 這告訴你光速好快 光速有多快 這個應該念咖哩 有人說要念咖哩略 咖哩略大人 他曾經想要量光速 他用的方法還蠻不錯的 他用這方法量過聲音的速度 找兩個夫人 相距的山頭 約好時間 假山頭的夫人把布掀開 燈籠的布掀開 光就傳到以山頭 以山頭看到這個光過來就把他的布掀開 光就傳回去 然後看看來回的時間 然後距離就算出光速 方法很好 結果 完全大失敗 因為光速太快了 多大會在掀布的方面 只知道光速非常快 然後根本量不出來 量不出來 好所以失敗 然後呢 這位大哥呢 用天文的方法量出光速 重點是這位 飛佐 第一個在地面上用有限距離量出光速的人 就是他 他的實驗很重要 但是高中才會 他的實驗很重要 考試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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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誰是第一個在地面上量出光速的人 非左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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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距離量出光速的人 就是他 那為了他的實驗的做法 高中在地 所以他的實驗很重要 以後再講 以後再講 OK 然後 這位就是複殼 就是改良的 等到光速值 OK 好這樣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那重點是要記一下 光速用C表示 光速用C表示 好真空的光速這樣子 我不喜歡 每秒30萬公里的講法 我更不喜歡 什麼一秒鐘繞地球七圈半的講法 我 你們要背這個 每秒3乘10的8次方公式 這件事在三年級的時候有用 在三年級這個數字是有用的 3乘10的8次方公式是有用的 所以光速的很快 怎麼快 這麼快 好 每秒3乘10的8次方公式 這是指在真空中的光速 那在空氣的光速會慢一點點 但是差不多 所以我們平常就不計較 都當作 它叫做 每秒3乘10的8次方公式 請把這個數字背下來 請把這個數字背下來 未來我們有用 未來我們有用 OK 光速公認值 光速這樣 30萬公里 OK 對 那麼光在真空的時候的速度 不管什麼顏色的光 或者比較正確的說 任何頻率的光 任何波長的光 或者任何頻率的電磁波 任何波長的電磁波 它的速度通通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進到介石裡面 比如說進到玻璃裡面以後 光速會變慢 而且光速會有多大 就會跟頻率有關係了 那也因此就會產生 不同頻率的光 折射的情況不一樣 就有射散 我們在後面才會 主要這件事情 國中只有簡單的提一下 好 所以真空的速度 大家都一樣 沒有差別 好 然後呢 到進中速度會變慢 變慢 這時候 不同頻率的光的速度 就會不一樣 那另外一個 那從甲介石進到乙介石的時候 速度會變很正常 因為東西不一樣 密度不一樣 跟介石的總類極狀態有關 對不對 所以速度會不一樣 可是我們說過了 頻率會不會變 不會變 我們講過跟聲音一樣 有沒有 聲音是同一個聲音在任何界值頻率不變 光也是一樣 同一個光在任何界值頻率不變 紅色光 穿過空氣是紅色的 射到水裡面也是紅色的 穿過玻璃還是紅色的 所以頻率不變 波數不一樣了 可是頻率一樣 所以波長就不一樣 然後亮度也會變 因為它可能被吸收掉 所以會比較矮一點 然後傳播方向會有折射 從甲介石進到乙介石 因為波數不同 所以前進方向改變 都會折射 我們後面要交 那是後面的重點 或者後面的重點 OK 重點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個 光在不同的界值的速度不一樣 那麼請你要背 真空大於空氣 大於水 大於玻璃 這四個是國中教的 我們就考這四個 你把他背 這跟未來要考的折射有關係 這跟未來會出現的折射有關係 至於最前面寫的四分之三 或三分之二 那對國中生不重要 那個叫做折射率 那叫做折射率 國中沒有交折射率 考試也不會出現折射率 所以我們對我們國中生 那個四分之三跟三分之二 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進到不一樣的界值 光速會不一樣 那這些界值裡面的速度大小是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那你要把這件事情背好 因為我後 因為在後面的折射有用 所以你要背的事情有 一 背下來光速有多快 每秒三乘以十的八十方公尺 你要背的事情二 不同界值的光速快慢是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玻璃 你要把這兩線事情給我背好 OK